日前基泰大職建案不当施工 造成民宅抖塌震惊全台 而基泰建设前董事长陈世民 还有总经理冯先敏等人 涉嫌不法吸睛 以保证获利等字眼来游说投资者 甚至就连员工都被骗 检调在今天贞结认定涉嫌重大 依照违反银行法起诉几人 工程人员动作直接敲碎房屋 住户看着住了三十年的家 全招拆除心也跟着碎裂 日前基泰大職建案 因施工问题造成附近民宅倒塌 但其实基泰建设更涉嫌 不法吸睛超过五亿 前员工出面爆料 基泰建设以保证获利等化素 向员工和投资人签订合作契约书 隔年就所发生问题打脸自己 检调认为涉嫌重大展开调查 根据检方调查基泰前董事长 陈世民与总经理冯仙面 闲事找亲信家人担任境外公司负责人 之后就向投资人签合约书 二零一五年与中国合作厂商发生金钱纠纷 没想到他们就声称产权遭到侵吞 降低给投资者利息 之后更是游说投资者以120万换0.1%股权的比例 转换为基台建设股权 不法获利超过五亿 检调认定陈世民 冯仙面等15人涉嫌重大 八号一违反银行法等罪嫌起诉 总经理 你情绪还好吗 大直建设坍塌记者会上 总经理冯仙面忍不住哽咽落泪 但如今看来恐怕是鳄鱼的眼泪 之前大直施工不当 几人就已经遭告发杀人未遂 公共危险等罪 如今再遭检方起诉 恐怕难以避免牢狱之灾 记者中文报道